王生福没再劝妻子 他知道这泪水夹杂着太多太多等待中的无力 心碎 忐忑 还有惊恐过后的一丝安慰 对于周木娇来说 只要一天没找到女儿 他就永远不会忘记 而对于同样经历了种种磨难的王生福来说 此时他的内心似乎有什么在发生着变化 这样子没办法找 这样子也找不到女儿 也不要再这样子浪费 也只能等着政府 等着公安 能找到 找不能接受 两年来 这是王生福第一次拒绝找女儿 他看来女儿失踪之后 这个家就已然偏离了生活的原点 日子不像日子 家不像个家 但他必须和妻子一起去面对 只是这一两年过去 钱花了不老少 女儿依旧没下落 再继续这么长下去 他也不是个办法呀 毕竟家里还有一个大儿子呢 王小静还有个弟弟叫王丽 小伙子今年也二十五六了 也是该往结婚奔的人了 因为家里的变故 王丽至今也没找女朋友 王生福啊 觉得不管怎么着 别再把咱儿子给耽误了啊 女儿要找 但别盲目的找 没线索的时候 咱就各家等着呗 可是这想法啊 在周末交听来啊 竟成了一道寒气逼人的箭 举桶到他这个 周母亲的心窝里 周末交觉得呀 我不是女儿没了 我这是女儿没下落了 一天天一点点辛苦养大的闺女 说没就没了 等 你让我怎么等啊